此时在密室的另一边 李小云正在帮助黄女士认识她自己的问题 情感永远是一个家庭的核心 也是解决夫妻矛盾的力气 黄女士能够因此对过往的恩怨释怀吗 曾经笼罩在这个家庭上空的乌云会消散吗 敬请期待接下来的调解结果 继续回到调解现场 来看一下两位 我首先感谢各位老师 我说说我的苦衷 我说说的软区 首先感谢感慰一下 谢谢各位老师 没事您坐着您坐着 我也清楚自身也有错误 也有不对的地方 我会努力的改 老婆这两个人没有保护你好 你是委屈的 我们下半生就好好过 以后加倍的爱你保护你 这对相伴了三十年的老夫妻 牵着手离开了调解现场 看得出来即便经历这些年生活的动荡 他们的感情还是很好的 但愿夫妻俩能够放下曾经的伤痛 安享晚年的生活 我们常说在人的关系里 最重要的当然是亲情网 选择和一个人结婚 就看你能不能面对他背后的亲情网 尤其是他的兄弟父母 但是在所有的亲情网中 小家庭的夫妻感情是真正的核心 只有夫妻感情好了 才能够消除大家庭所带来的影响 所以刘先生要多关心妻子 体谅妻子的不义 这样才能帮助他慢慢的从往事中走出来 彻底的打开二十多年的心结